字幕by索兰娅 来到《师傅说你知有谁共鸣》的第七集 也是2017年的下半年左右 开始 我记得我认识MENWU MENWU大家应该知道哪位 就是港伟港神在马来西亚的朋友 帮我一直做网上工作的那位朋友 我记得我初初认识他那段时间 他都是跟我说 他跟我透露 他都是因为听我网上的节目 这样开始懂 这样开始知道我是哪位 我记得我和他闲话之中 他曾经跟我说句话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记漏了 因为这么多年 他说师傅 他说师傅 你现在做了节目做了这么久 好 就算有一天你不做 或者第二天你白人鬼落死了也好 那些节目永远都会留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都知道一些不知道的东西 或者提点他们一些东西 大概的意思是这样 这一件事我是认同的 我认同不是说 好像中文有句话 明流千古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 的确实是说 我做严格来说 我又讲鬼讲神 鬼王八门 师傅告诉你 加加买买 到现在应该有七年 七年 七年由一个星期一集 或者一个月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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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节目去做 七年 我相信绝对不是一个短时间 亦都不是 我不是自夸 没有一般的毅力行心 我想做不到 因为我始终都是那句话 没有利益 我完全没有利益 我完全没有利益 即使帮我手的 明天妹也好 Simon也好 或者 曾经跟我做过 一些 节目的 动画 公节也好 他们也没有利益 他们也没有要求我 拿到任何利益 他们也没有要求我 拿到任何利益 纯粹大家都是说 希望做一些事情 为这个世界上也好 为自己生活的地方的人 做一些事情也好 我不是说到多伟大 实际上这件事情 不能够否决 而且有一件事 尤其是今年 我比较留意到 这个风气 是大了 好像在网上 有时候我都会转载 我都会转载 一个内地的 我不知是哪位 他都会做一些短片 好像剧集 很短的 10分8分钟 或者10分钟以下 他都不停宣扬 做人要感恩 孝顺父母 要怎样做 儿女要怎样做 朋友要怎样做 我可以搜寻到的 我都会赚 我觉得这件事是好的 这件事是不分各界 但是任何地方 就算在马来西亚 有一个朋友 好像叫 Sundie Coco 他都很 其他事情我不理解他 我不想去说别人 但是他都很标榜 就是孝道 我不是说他们学我 我没有这样的意思 就是起码造成一个风气 如果大家有留心去看 以前没有那么多 真的没有那么多 这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今晚 今天晚上在 《超过霸尼之夜水共鸣》 我会说这件事 其实有几拍 我 YouTube 《超过霸尼之夜水共鸣》 不是今天事 不是今天事 去年年底已经是 订阅人数 差不多是2499 到今天为止 好了 我一直说 我的点击力 真的一个一个好像 好像存钱 那样存回来 跟别人一些 其他人的制作 或者什么的 或者很好的 OK 我没得备 但如果在我自己 个人的看法 都很开心 但是有个问题 会出现 二千四百九十九人 去订阅 即是说 一只面子来看 每一集我出街 你订阅我 那是不是 我最少每一集 我都有二千四百九十九 不空也有 斩件也有过千 但是没有的 不过今年的有随共鸣 的确是 那个典型率是高了 那你可以说 德师傅 你为什么要说 某些情况下 我是心淡 我是心淡 或者是真的饱和点 即是在我的节目 我不是说 一样东西 即是如果 我一直做这个节目 没有出来 带出来的 我只会是几样东西 只是 我主要是 孝导 做人 懂分善卑 懂得感恩 对佛教 不要迷信 信而不迷 在我 认识泰国 知识佛太也好 佛像也好 或者印度教也好 我所知的,我尽量和大家分享 我不知道的,我没得说 天内有天人,内有人 我相信这个效果,我是做到了 我绝对是做到了 我觉得,现在好像近一年 的确网上有很多很多不同地方的人 拍手比我更漂亮,用了画面看我 我觉得,我也应该是忍退的 我不是因为你点击点得好 我画篮志亚,或者是不信 不是 因为,我不会去批评 或者去批评一件事 喂,出什么 我会去批评一件事 我会,我会说一下 但这不是我重点 如果我要带出来的讯息 我刚才所说的几件事 已经在坊间上 也都在很多,这么多年做节目 也很多人,因为我做这个节目 在街上看到我 我会说,你是特斯福啊 什么什么什么 或者我一直 或者有些比较close的 有些email给我 都说,我每一集都有听你的 这样各样 也都令到有些人 是复述回我听 因为听了我的节目 他有些事情是改变了 尤其是对他父母的态度 那就是说 我的效果 我当时想做这个节目的效果 就出来 出来 出来的了 是吧 就算我今天停止我不做 我也会继续 放在网上的 如果你这么多年来 这么多集 我想我自己讲过些什么 什么topping 我想我自己也记不住 不过总括来说 我都是以上讲过那几点的 是吧 那可能说 德斯福是不是 什么 不开心啊 或者做得不那么爽 不是 我的确 我也有我自己的 自己的事要处理 讲题目呢 除非我无中生有 如果我讲的 我讲的 是以上的 永远永远都是屡同的了 听得多 我都怕离地话 如果你们要去听 你心目中还记得 德斯福这一个人 我想你们大家 可以不停去repeat去听 等于一本字典而已 是吧 你要知道那时候 你就会去找字典 你要知道那些东西 你就会去找字典 是吧 那效果已经存在了 形态也变了 因为我没有那么本事 拍一部片 找一些artist 去拍一部片 校园护舞 有场景 起码我暂时做不到 如果我有本事 我有这样的支持 我想我会做 是吧 我亦都真的想一样 就是说 我也自己要休息一下 你好像我录音一集 第七集 我是病了 我是病了 我都以为痛 看了几天医生 我不是说出来 博同情博可怜 我只是告诉大家 我这么多年来 有时候 喂大哥 不是债厄的 有时候都要去看 有时候我都会听 一些大德说的东西 有时候我都会看一些新闻 我才有一个灵感去说 我将要说的下集 是吧 是吧 天天你跟我计算 你坐在电脑旁边 坐六七个小时 我想你都不是一定 还有大哥 我不是年轻 不是年轻 所以我觉得 亦都真的是我 曹师傅告诉你 要暂停 不是说 我又玩隐形 不是 我只在这个节目 我会做到二零一七 十二月 最后 最后去暂停 我就会暂时停 因为我也有很多 我自己 家族的事要处理 其一 第二 我亦都觉得 我说的话 我想带出一个讯息 或者我以前的经历 告诉别人 你要如何孝顺 喂 信东西 泰国佛不是这样的 引渡教不是这样的 好像有个朋友 短信给我 有些人还在说 施华即是戒烈 是吧 我要说那些东西 不要说全部的知识 都跟我去 告诉别人 是吧 但是说 我的确 这件事也没有人可以否定我 我的确 是带了很多 资讯给大家 尤其引渡教 一直回来 我经常说 个别自己 自己 自己 去了解 或者知识 高过我 大有人在我 肯定 但是公开性去说 现在的 随家随行都是 一直更新回来 以前 尤其是在我入行 尤尤可数 是吧 但是我从来 我都在我的节目 或者在我的网站 我从来都没有这件事去做什么 他为了做一个节目 他等于他跟自己的名字 或者跟自己的投帝 公布 没有的 我都说 如果我是这样做 我是真是贵 但是 完全不是 不过我亦都有一件事 我始终说一件事 就算我节目不做 我都会帮一些 我值得 我值得 我值得帮的人 是吧 网上有很多 这些类同的 他未必是师傅 他只是 可能他自己 觉得这件事 尤其是 德行 道德 这件事 是要和大家分享 就算 好像 港伟 港臣 我一路 间中我和 这位朋友 有聊天 在他们的地方 都很多人 因为他做这个节目 而了解了 那你不要看小哥那几集 尤其是 讲家里 或者说说话 未必很全面性 但是绝对不是沙漠 还有做事 最重要的是动机 第一 我没有收广告 第二 每一个 没有人 没有人 没有钱 我去做一件事 全部都是 丢心口牙 耳气 我们都做到 一个这样的效果 我 我觉得 这个信息 我带出界 也正如 好像 Man Woo 画事街 会留在这个世界上 同时 我希望 真的说 好像 我讲这么多年的节目 我举个例子 可以讲佛牌的东西 没有人可以去質疑佛牌 但有时候网上都说 带太过贫败不好 太过贫败不好 太过贫败不好 我想他那些是叫做push 知其一 不知其二 很多东西都看自己的心态 哪些师傅 什么 白衣 黑衣 哪些不好 我常常都说 八的人 八的人 是没有正邪的 玩那个 看自己的人 是邪不邪的 这么多年 我讲的那些 很多现在都有pip back 坏那些 我说那些 有问题的那些 很多都有pip back 不用我说 因为我的节目 不是我来攻击人 我只是说那些 大家不知的东西 不要掩耳道令 不要跟红顶白 不要明星效应 但是同时一样东西 就不要去质疑一些 你根本不了解 或者你都没见过 不见过 不代表不存在 我学一样东西 社会 我做这个节目这么久 我说出来跟大家 尤其是今年叫做有谁报名 大家真的要看 学挖不只是收自己 讲挖牌不是托牌 只是保自己 当社会有问题 有不公义 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界上 不只有我和你生活 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我们不懂的人生活 如果我常常说 佛祖 什么 众生平等 既然众生平等 那不是单是自己平等 人家也要平等 当一些不公义的时间 出到来 有些人感怒而不感言 有些事 就歪地变道理 我觉得这些人是非常非常可怜 根本就没有了自我 我做这个节目出道理 不是去做一些 不敢做的事情 我特意标其立意 让人留意我 我从来都说过一件事 什么 你 你 你 这个 我觉得 你 我 认识我多,很多我都没有收钱 但有些人都利用这种东西 第一天,师傅,没有什么 就是,银行支票 找某些人 有些是真的 我会识分的 我是会识分的 我会去帮别人 我没有能力,都会尽我能力帮人 我有能力更加不用 那些雜誌我没有 所以 我今晚说的东西 不是去信 或者去希望大家 站在我这边 认同我的东西 我只是告诉大家 第一,尽量跟大家有个交代 是吧 我做个节目 我一直来这么久 那本意是什么 我带出来的东西 是什么 有些人没有听 那些不能说 或者是水果阿贝 或者当我那些贵阿贝 那些不用说了 如果真的有流速听我 听我讲节目的人 你们自己想一想 由你当初听 到一段时间之后 当我现在说的 不是一集 听完之后 我知我哪个 接着没有听那些 是一直听我讲节目的 你去自己 搜索自己 你有些什么改变过 尤其是对家企对朋友的态度 有些什么改变过 我不是说我可以改变一个人 或者不是因为你改变 是全部功劳归于我 不要说一个师傅做节目 人 有人提点一下 或者提醒一下 好过没有 很多人要自己知道的 很多人都自己知道的 是吧 很多人都自己知道的 是吧 我举一个例子 开车开得快一定危险的 不对的 是吧 自己个个都知道的 懂得炸车人都知道 不懂得炸车都知道 是吧 但譬如有个家人 问一个朋友 喂 等一会开车不要开那么快 就是reminding 那就差很远 我一直说孝道 谁不知道 喂 谁没有父母 谁不懂 不知道孝神是什么 又有多少人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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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呢 我一节目 好像伯爷公那样 不停去讲讲讲讲讲 那可能有时候 我可以用提点 或者提醒 那这个效果是做得出来 所以我是很高兴的 而且对于 我经常都说一件事 今天的资讯 internet也好 一些facebook也好 很简单 你想得到的东西 你就想去search 但是以前不是 几年前都没有那么方便 不要说再之前 就是因为这些东西 一路做下来 一路做下来 是说的 是吧 一路传下来 一路传下来 不是说 就是我很认同 明会说的 有些东西留在世界上 不管是好还是不好 好还是不好 就是好个人 就是个人看法 你们自己的因别 这个世界上 就是等于历史留给我们 要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以前的东西 我做的节目 说了一些东西出来 如果大家去听 或者去覆听 有些东西是这样的 应该这样做 那些是我见解 我不敢说 是一个道理 我只能说 是我曾经经历过 我告诉你这样做 不好玩的 要孝顺的 没有弱数的 到头来的时候 你后悔莫及 有空听一下 是吧 好过听一些音乐 我希望大家 不要听我的节目 或者什么 任何都好 好像我刚才说 一个来地的朋友 做的节目 叫人孝顺 兄弟感恩 什么情感 那些短片 我不知道哪些 在网上 我都会转载 你们都要多谢这个人 是吧 我撇开来说 他为什么要做一件事 他自己懂孝顺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跟你说 要你孝顺 他是变相 在帮你们 在教你们 尤其是那些 还没有臭性 那个 老蠢还没有生 那些 不清人 我不是说全部 有些 或者有些 做人太太 初恺媳婦 那些 原来要孝顺 孝顺 孝顺 要对自己孤顺 好的 一时同仁 真的要多谢这种朋友 对吧 就算好像说到马来西亚 那位 新年 那位先生 那样 我不说他做生意的事 我不知道 我说他 有时 我看的 有时 有时看片 定期去 白母 即是妈妈 那一群 那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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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们在里面 是学到这种 雖然人不在 但是 他的恩情 永远存在 尤其是 对母 那些 这是一种很正面的教材 我一向都不相信理论 是相信实践 谁不懂 说天下无敌 做武力为力 这些是很重要的 如果網上有很多這些正念 正善的東西,我們不停收這些訊息 我們真的會學到很多東西 我經常說,小白是沒有神怪來的 間中會有 一些佛牌會說 但是主要訊息是說我們人道的信佛 不只是敲經年份 我不相信敲經年份 或者吃吃吃吃吃吃吃 我真的不信 我2000年澳門訪問我的時候 佛祥也未必是四大戒空 2000年港,現在是2017年 今天是中嗎? 難道我有本事是委託三婆嗎? 我沒有本事 但實際上,事實歸事實 盲目去說那些去藝 澳門訪問我 我很記得之前問我 師傅,你知不知道什麼石牌的街上控人 我不知道 控什麼呢? 我都不想控 我想滿 我都做不到 為什麼要控呢? 喂 想賺多點錢,不是罪過 但賺多點錢,會不會幫人呢? 這個就另話了 是不是? 是不是每個人做到呢? 對自己的老孩子的女兒 我相信 受到別人的幫 但你會不會去幫助別人呢? 未必每個人都會 好像我經常說 有些人說 師傅,我沒有能力 喂 你要我幫你,你也給我一個理由 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要明白這件事 不是有時中無業,是無時下營運 很重要 最重要是那個心態 好像現今社會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假和尚出來呢? 其實因為我們 大多數人的心態出現了問題 大多數人的心態出現了問題 才會有這麼多假和尚出來 我們會形成這群人出現 如果每個人都是尊重一些不貪的 或者去珍惜一些 我經常說 默默為教事業做事的人 他不一定是師父 也不一定是和尚 或者是普通人 我們去珍惜這群人 我們去build up這群人 起碼去做事 他們有心情去做 他們會做得更耐力 有能力的幫助這群人 金錢上就好 好像正在存在 我做師父告訴你 我自然是電腦白癡 如果我不是得到 像妹妹 頭髮尾這麼多年幫我 我有這樣的效果嗎? 你們可以看到 這樣 扔把聲音上去 是不是? 喂 他沒有跟我討價還價 我說要求師父 你幫我做什麼 沒有 沒有 就是有些事情 不應該在這裏說 或者比較私隱的 人家現在都要喊 他還要喊 那有沒有人去看他這件事呢? 這麼遠 比如香港不要說 去當地 我相信去當地有人 有沒有人欣賞過這個人? 至少暫時不覺得有 是嗎? 這些人 有能力的人 有本事做了一件事出來的人 不難 有心去做一件事的人 而不求利益回報的人 是很難的 這件事 這件事就是 所以今晚 節目時間都差不多 我也不想聽大家 太多時間 我希望大家 師父告訴你 也好 或者其他在網上 其他一些 對善 正善正念 有幫助的節目也好 大家真的去拍下手掌 去欣賞 多一些人出來做這些節目 是好事 不是說一些神神怪怪的事情 那些 那些東西要聽 是嗎? 你當作一種娛樂 還是當作一種學習 就好看個人的價值館 OK 今晚時間差不多 下一集看我講些什麼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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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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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